请大人寺教 大人 大人 赵和死了 走啊 李承契的武功 莫非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竟然不躲不闪 属下无能 请大人责罚 先把人放下 是 他是什么人 河北查商赵和 我们怀疑他在朝中勾结某些官员 贩卖私查 谋取暴力 所以才派人盯着他 张不快 就是我们在客栈安排盯着他的人 双目紧闭 四肢垂直 是 舌尖突出 颈部两边雷痕八字不交 初步判定 是自已而亡 继续搜查房间 不要遗漏任何信息 是 半个时辰前 赵和回到客栈 属下没想到他会突然自禁 而且 他手上一直带着的玉斑直不见了 而且 他手上一直带着的玉斑直不见了 来 吃个礼 哪儿来的 房间找了 你就不怕有毒 有什么毒 挺甜的 是 大人 房间内除了死者的私人用品 别误他误 赵和回来后 一直在张不快眼皮底下 加之没有在房间内搜出来 想必是留在了外面 班纸上极有可能隐藏重要信息 只要找回班纸 便能顺他摸瓜 揪出幕后黑手 那我们怎么找 先吃饭吧 太好了 终于可以好好吃上一顿 去查一下赵和近几日的行程 去过什么地方 接触了什么人 现在 可是 我连饭还没吃呢 查了再吃 那 能不能吃了再查 好 要不让我去 你留下陪我讨论案情 还不快去 客官 您的辣子鸡 吃吧 你的辣子鸡 我心爱的小辣椒呢 好 怎么了 没事儿 大人 这是赵和近几日的行程图 和直接接触的人 来 我饿了 去吧 我饿了 保障 好嘞 萧氏的班纸 或许与幕后主使 并无关系 我恕的 词 给你 我还损了 谢谢 我 最后